民眾臉上掛著笑容走在東京街頭 所有人來到這裡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親睹天皇德仁和皇后雅子的風采 歷史的瞬間を自分の目でも見たいと思った時に やっぱり前でよりいいところで 両陛下の笑顔も拝見したいなと思ったので 待ちきれなくて夜から来ました 日本天皇即位遊行 台湾時間11月10號下午2点舉辦 国歌結束 天皇與皇后鋪入全新定制敞篷車 長達4.6公里的遊行正式開始 道路旁人明慧之國旗獻上祝福 車内兩人優雅揮手 快樂祥和的氣氛感動上萬管理民眾 59歲的德仁天皇 在10月22日舉行登記大典 原本計劃當天遊行 但因為哈齊被颱風重創日本 才會決定延期 大愛新聞 張國田編譯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